上班尖峰时段地震台北极运降速巡轨 民众在月台边等车近战时间也拉长 高运辆列车一度限速40公里 文湖县高达铁轨担心轨道错动发生危险 一度停车后改50%限速巡轨 所幸检查设备没有异常正常行驶 早上7点35分在花莲东部海域发生地震 深度只有9点7公里是极浅层 而规模达到了6点3 其中四级的有宜花东中张头 还有云林嘉义县 三级包含新北桃珠苗台南高雄嘉义市 发生后余震连续超过10起 台北市大楼盆地效应也很有感 地震中心说和前一天下午5点多 宜兰外海发生规模5.7地震没关联 相当位置很远 所以我们是两个各自的独立事件 这起地震镇夹和0403更近 但都是独立事件 菲律宾海白框往向北引没 相当靠近我们0403 今年0403的那个镇央能量 我们初步判断是那个释放的 已经有一个阶段了 日过未来三天不排除在镇央附近 还有规模5.5地震 目前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 规模5以上地震一共就有95个 7以上的是0403地震 6点多的有9个 5到5.9的有85个 这状况真的不寻常 一定是不同 就是说它的频率会增加 甚至是我们担心它会不会影响一些其他旁边的一些断层 引发一些大的地震就是 那当然今年的这些地震的规模上来讲 可能规模5点多6点多的数量一定会比往年多 921地震的年和隔年数量特别多 而这次规模也类似相同 而且不止在台湾地区地震异常 美国南加州外海上中出现一条长度有3公尺多的黄带雨 俗称地震雨 白年来只发现20次 两个月后洛杉矶就发生规模4.4的有感地震 而8月8后日本攻期7.1地震后 持续发布南海海潮地震警报 观察一周后 日本相听在8月15号下午解除警报 板块活动的机制都是一直在一直保持着有 所以地震会发生的那个 本来就是会一直那个还是会常态性的 今天中心认为各国地震不断没有太大关联 但板块硬力累积发生 地震的常态性还是不能情乎 TV新闻里就会淘汰人 是去要组台北前舞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